最近在车界大家讨论的沸沸扬扬的 就是经济部无预警的宣布一项 国产车自制率的新制 8月开始针对从中国引进来台销售的车款 必须要使用台湾本土自制的汽车零件 使用比例呢必须要逐年增加 从上市开卖第一年要15% 到第三年就要达到35% 否则无法领牌销售 而政府寄出如此强硬的政策 目的就是要保护国内车厂 跟本土零件业者的生存 因为中国生产出的零件跟整车都相对便宜 更因为产能过剩开始低价倾销各国 不少欧美国家已经以提高关税的方式来防堵 那么台湾又要如何因应国内车用供应链受到的冲击呢 不笑而过奔驰街头 国产车 进口车 多元品牌 丰富台湾车市 但未来有没有可能在路上看见更多 Made in China 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怎么办 中国很多可能就是靠出口 那很多零件都从国外进来的 对于本土的汽车零组件的话 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来到紧密机械重镇台中 这里是本土汽车零件厂 忙碌的机台正在打造国产车的刹车系统 十多道防务点 检测人员丝毫不敢马虎 毕竟每个细节都攸关着行车安全 总经理江瑞坤 全神贯注的巡视生产线 只需一眼扫过荧幕数据 他就能快速掌握产品的良率 所以说只要有错误 他就会想告诉你说 你是有错误的 或是品质不好的 那就不会往下流 所以他们就是所谓的 在制程里面做好品质保证 台湾汽车零组件向来是台湾的隐形冠军 小制车门把门锁大致座椅滑轨 光是组装一辆车就需要将近三万种零件 亮丽的汽车品牌背后是重要的供应链支撑 台湾汽车零件产业每年能创造三千亿元的产值 这数字乍看惊人 不过零件业早已忧心忡忡 台湾汽车零件产业正面临生死战 来自中国的红色供应链 一出手就是成本价 就算台湾品质有优势 终究难敌刀刀剑骨的销价竞争 就是规模经济不够大 那不够大的过程当中 所做出来的产品就比较贵 因为它是一个大量生产 它量大 规模大 所以组装出来的车子里面 相对在台湾销售的话 也有相对的价格的竞争力 价格是等同我们买材料会而已 有原料资源 有成本优势 又有当局政府在背后支持 2023年起中国迈开大脚 快速向欧洲东南亚市场扩张 撼动全球汽车产业版图 每七辆就一定是中国的生产 这个也是导致了为什么 后来今年欧盟开始 针对中国一些制裁的很大 原因就是对它商机冲击是很大 中国的产能到2025年 可能高达加起来有3700万辆左右 全世界的销售量可能只有2000万辆左右 但那一个中国就已经是产能过剩了 为了消化过剩的产能 中国低价车攻城略地清销全球 引发欧美国家提高关税防堵 但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 开始设法整套供应链输出 以规避欧美制裁 就像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 带着自己的相关供应链厂商 一块前进匈牙利 巴西 土耳其等地设厂 全球车是蓝海 恐怕染成红海 这里是大型中古车行各式各样的车款一字排开 亮眼纯白 外形简约时尚的油电休旅车 品牌源自于英国 2007年被中资收购后成为中国自主国产车 2022年第四季正式由台湾车厂 以重新组装的方式引进国内 它都可以电动的遮压链打开 那你采光就会变得很好 那再加上这个触碰的一个pad在这边 你甚至可以有360度的环境 你周遭有什么障碍物 你都可以看得到 可以享受得到这一些 很多在进口车上才会有的配备 虽然它把所有的配备都给你了 但是非常细致 非常精致 没有 相比永百年造车工艺的欧洲车 质感高 价格也高 中国车以实惠价格端出满配 确实贴近购车人心中的CP值 从销售榜来看 2023年全台卖出13791辆 亮眼成績要升为车坛黑马 却也导致同价格区间的国产车 明显受冲击 这两年在台湾会红的一个因素 就是因为它够便宜 它能卖将就代表它成本有优势 那间接的就影响到其他车厂的利润 自从它进来这两年 很多它同级车纷纷就降价了 别的品牌的纷纷都降价 一炮而红的成功案例 刺激许多台湾车厂都想复制相同模式 期待孵出下一个金基母 而中国车可能将大举进军台湾的传闻 满天飞在台湾消费市场掀起热烈讨论 我觉得它蛮懂得抓住消费者的一个 用车的一个角度跟眼光 比较担心的是它耐用度 然后还有一个以后中古车在售价的一个保持的一个考量 对对对 可是还在观望一下市场反馈 我会再看一下 在整体消费者的一个回馈上面 累积的数量还没有这么的多 所以多多少会有一些顾虑啦 那我自己本人的话可能是价位啊 还有它的整体的性能 那最重要其实还有维修的一个点 多不多 够不够完善 我觉得当然最棒的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是越多 各式各样的品牌能够选择是越好 那当然最显著的就是当这一些在价格上面都这么有竞争力的车进来以后 那台湾会不会没有自治率 不过台湾依法禁止中国整车原装来台 中国品牌想渡海 得将零组件拆散运来 再透过台湾的生产线重新组装 2024年3月有立委就抨击 95%的中国零件来台重组成车 只用到5%的台湾零件 对国产车的定义要定义得更清楚 你现在的定义很简单 模糊就是说只要在台湾组装就可以就叫国产车 法规的灰色地带变相引发习产地的疑虑 更怕挤压到台湾业者的生存空间 我国经济部因而重拳出击 祭出史上最严格的零件质自律规定 要求中国车款来台必须使用台湾在地的汽车零件 上市第一年使用率就要15% 第二年25% 第三年则要达到35% 如果没达标就无法挂牌销售 就把这些整车或者是底盘的零组件化整为零 之后进口来台湾再组装成车 那我们认为这样子的做法就有一点规避我们台湾的法令的规定 那同时对于国内的产业也造成影响 会有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很多更上游的这些小型的加工厂 包含冲鸭的 包含我们的模具厂等等 其实他们的生意跟订单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为了保护台湾的隐形冠军 政府祭出对策 2024年7月30日公布的新法 8月1日火速上路并且肃及既往 立刻就影响到正在交付订单的业者 还有准备送宴来台的中国新车 对业者来说可能缓冲期不够长 所以我们也给了相关的一些缓冲的措施 例如说我们第一年没有就直接要求到35% 我们从15、25、35渐进 这样子其实一方面也让车厂有时间应应 一方面也让我们的零件厂 有时间可以来准备这些相关的前置作用 政府展现保护在地产业的魄力 但重新开模 验证修改产线需要时间 引进新设备也会垫高造车成本 消费者担心成本上升若拉抬售价 低价车市场从此拜拜 其实我们的公司已经算蛮贵的了 所以知识率越高就代表什么 车子的成本要越高 那它可能就会失去价格这个优势 那一旦它失去价格这个优势了以后 其他的厂牌也不用卖那么便宜了 反而把市场让利给进口车 国产车 进口车 组装车 车市大战 不只影响消费者口袋 也牵动国家的产业发展 因为原来澳洲它连产量也有70万台 那么为什么到2017年 全部所有的国产车都收起来的 因为国产车越做价格越贵 然后市场就没办法被接受 所以大家就买进口车就好 为什么买你国产车 那如果是用这样的角度来切入进气的话 到底台湾本土会不会变成澳洲第二 尤其是面临到电动车的 100年的大变革的时候 电动化时代 传统车用链掀起千禧潮 势必得抢快切进快车道 学者指出 自制率虽然会短期造成成本提高 但长远而言 汽车领祖敬业提高竞争力 才是根本之道 政府已经推动了所谓的全面的电动化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果以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国的在汽车工业的发展 几乎都是引进技术牧场的技术 来台湾做生产变成国产车 纯粹只是组装的话 对于国内的汽车领祖 这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以2018年 美国电动车厂特斯拉进军中国为例 当时特斯拉取得免费土地与税率优惠 在上海建超级工厂大捞市场 但六年下来 中国逐渐取得特斯拉技术 并转移到中国本土企业手上 开始壮大供应链 大幅提高产量 现在反而成为特斯拉最大劲敌 中国为什么可以允许特斯拉 100%的赌资去到中国去设厂 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弹数就是 需要特斯拉在中国的当地采购 在这种情况下 让中国的领主建业者 不管是质跟量 有大幅度的提升 同样道理 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看我国人的情况 我们也需要引进中国的车来台湾生产 但是同样也需要它的技术授权下放 它可以把这个技术提升之后 把它的技术当作外销 提高它的外销出口竞争力 台湾汽车零件业每年产值3000亿元 主要以外销售后维修零件为大宗 美国就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国 不过从数据来看 2020年起 美国从台湾进口零件的比例下降 反而对泰国 越南等东协国家 进口的比例逐步上升 台湾业者现在不光要抵挡中国对手 还得面对东协国家抢单 江瑞坤直言这已经不是成败之争 而是生死之战 它对我的品质是一定的 大家都一定水准的 然后唯一的是价格的 价格的输赢 很惨 所以台湾的汽车零件业 是经营是很辛苦的 真的大家很辛苦经营 消费者的权益 品牌车厂的发展 还有零组件业的生存 环环相扣 另一方面提高在地零件的自治比例 也是政府保护本土产业的责任 然而面对中国低价倾销的威胁 台湾必须建立防线 让国产车不再暗藏玄机 优优独播剧场—— tungst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